昨天看到报道说算是一个不幸当中的一个稍微好的消息 比如说你的这个遗体可能是有可能找到 说是在有可能在一个奈基填埋场 您关注这个就是昨天看到报道 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现在能够跟你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确定的是下个星期三 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那个时候呢会更加准确的完整的披露这方面的消息 昨天透露出来的消息呢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同时呢也并不完整 所以我们大概并不想就这件事情 在下个星期三之前做任何的评论 这个或者说现在已经透露出来的消息 并不应该让我们感觉乐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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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